今天你的福利来啦 因为在影片最后会公布如何可以申请上 哈佛史丹佛的SOP Personal Simon 万用摩托以及梵文 那今天我总来一位特别嘉宾 他是五年前移民加拿大多伦多 那之前在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毕业的老师 他在北方学院担任了三年入学审察官 今天要跟我们讲如何撰写你的申请文书 才可以顺利申请上好学校 直接进入interview 哈喽大家好 我是建老师 那我的专业是传媒 然后毕业于英国伦敦政经学院 曾经在国内从事过广告媒体 以及法律方面的工作 那我后来移民加拿大之后 在多伦多的北方学院 Northern College 担任过审察老师三年 所以我有多年人搞的经验 也帮助学生修改他们申请斯坦福 哈佛大学和伯克利大学的申请文书 好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正题 就是SOP到底是什么 因为很多台湾的学生在申请硕士博士 都会看到申请文件里面有这一项要求 应该要写哪些东西在SOP里面 才是符合入学审察官想要看到的样子 所谓SOP就是Statement of Purpose 其中有三个比较重要的方面 就是必须要写在你的文件当中 第一个就是你为什么对这个专业 这个行业感兴趣 你对这个行业的理解是什么 然后你在写这个内容的时候 同样要放在开篇 在开篇第一段中体现出来 你要有一个比较personal 个性化的小故事来引起招生官的注意 也就是为什么这个专业 这个行业和你对它的兴趣来源哪里 不建议上来就是我是某某某从哪里毕业 然后来自哪里学什么专业 而是要用一个比较个性化的方式来开篇 然后第二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你 那每年学校申请人数都很多 你要如何从众多的申请者中脱颖而出呢 这个时候就要从经历学习和工作中来凸显 你的特点和成就 你如何克服挫折不断让自己成长 那你需要在文中表现个人特点和魅力 然后你如何为这个系组贡献 或者是你带来什么样的特有的文化 来promote他们的diversity 然后最后一个方面就是 为什么你要申请这个学校 这个地方就涉及到你的长期和短期的目标 就是你的目标是什么 那怎么样实现你的目标 肯定要结合你的专业来入手 你想要申请的专业课程设置是怎么样的 老师是怎么样的 学校的地理位置 所在的城市有没有你很心仪的公司 或者是学校提供的就业帮助和 研究上的机会和资源 从这方面入手来谈一谈 为什么学校能匹配你的中短期的目标 然后写出有针对性的文书 而不是直接透用template来应付招生官 这样的话综合匹配度就会不高 我觉得我蛮认同你的那个建议 就是说我们在写的时候要针对 为什么我这个学生要来申请这个program 以及为什么你这个program 应该要选我当的学生 有点像dating就是要match到 而不是说你这个人的能力 或者是过去经验多优秀 比较是match score最高的就是录取 是这样子吗?是是 好 下一个问题我想要就是跟Jim老师取经一下 就是之前帮很多同学修改过这个申请的文书啊 你有没有发现大家在写作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老师比较不喜欢看到的自我文书的写作方式? 有哦像就是亚洲学生比较常见的一些俗套呢 就是会说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就阅读了 关于什么样的书籍就是喜欢观察思考或者是从几岁开始就立志做一个什么 因为我们写的是state on purpose不是人生传机 如果大家都用这样的开头招生观看多了就会觉得不太真实 如果确实有孩童时期比较特殊的经历 诸如比如说很小的时候去MIT实验室参观这样写也没有关系 但是我还是建议最好不要就这样用 然后第二个比较俗套就是豪情隐语型就比如说你用一些大人物说过的话 比如说nothing is impossible或者for the dream of yesterday is the hope of today 它好像中文作文 很喜欢讲一切皆有可能这样的开头真的是很振奋人心的 但是在西方文化当中别人可能不会立刻理解你想要表达什么 尤其是比较personal这样文书当中 就是建议不要用大而空的议论方式来开头 去谈人类的本性和人生的真谛 就除非真的很完美契合 就是我也比较建议谨慎引用名言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泛泛吹捧型 就是你可能去过度的吹捧自己的学习 然后你的成就或者是你的工作经历 所以这个我也不太建议你这样做 我觉得Jane老师你要讲到几个很重要的点 就是中英文的思维真的差别很多 英文很喜欢很精确很具体的事项 不管厉不厉害 那中文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写作方式 我想要问Jane老师就是 你有没有哪一些建议是同学绝对不要这样子写作的方式 除了刚刚这种开头的俗套啊 有没有在写作的内文当中 有些千万不可以做的事情 有哦 我就是不太建议就是大家用过多的背痛语态 来形容自己就是过去的经历和学习 我比较建议大家去就是谈谈自己是如果take initiative 或者是take ownership 如何自己去主动参与了一部分的工作或者是负责了什么方面 然后学到了什么 而不是就是比较被动式的去形容 像流水章一样描述自己做了什么 这样就会比较平淡 凸显不出你的个人特色 然后还有第二点呢 就是过度的用一些夸大的词语来形容自己的经历 这也是不太建议的 然后还有就是你可能是批评同学或者批评老师 然后说一些学术上的一些八卦或者是涉及到一些政治宗教信仰方面 这些敏感的信息都不建议写到自己的文书当中 对没错其实我看过Jane老师写的这个SOP 帮同学改的SOP 其中一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Jane老师把同学原本写的说 老板看到我工作能力还不错就邀请了我参与这个project 结果Jane老师就帮他改成 I took the initiative It is my responsibility to... 就是有一种对我主动举手说我要参与这个project 就真的比较像是西方文化比较喜欢的这一种形式态度 所以确实不要passive voice被动的这个写法是还蛮重要的 说到这里我想要问问Jane老师就是 有了刚刚这些原则跟法则之外 有没有一些就是可以让同学直接套进去的SOP的万诱模板可以跟我们分享 当然啦我这里有准备两个模板一个是给SOP 然后另外一个是给Personal Statement 你可以解释一下就是Personal Statement跟SOP大概是什么差别 这两个东西是一样的吗 因为有些学校要SOP有些学校要PS 是不是可以混着写呢 当然是不可以混着写的 像Personal Statement的话 你可以就是加入一些更多的Personal方面的内容 它对于你在就是Academic Development未来的目标上面 它会允许你用比较general的语言来形容一下自己的学术上的兴趣 而不像SOP就是相对会比较严禁一些 就是要求你把自己想要读的课程都列出来这样 那Jane老师跟我们分享模板 然后大家先不要急着截图就是Jane老师有同意说可以把这个模板很佛心的分享给大家 所以我会把这个模板的文字档放在底下的连结可以记得在影片结束之后呢去下载一下 所以像这个State on purpose的这个模板呢 主要就是分成五大部分 然后首先在Introduction里面呢 就是关于你为什么对这个专业感兴趣 然后你想要在这个专业里做出什么样的成绩 就是大致的一个背景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说一说你的学术上的经历 然后比如说你上了什么样的课程 然后你完成了什么样的研究或者是你写了什么样的论文都可以在这方面写进去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些你的工作经历或者是你的实习经历 或者是你在参加一些志愿活动的经营或者是课外活动 学习方面的经历都可以写在这个部分上去 接下来就是你的中短期的career goals 也就是你的一个职业发展的目标 以及你为什么想要申请这个学校 想要申请的这个program有哪一些科目是你非常感兴趣的 你觉得对你的事业有什么帮助 我觉得这是这都是可以在这方面体现出来的 所以这边感觉五段架构就很清楚了 而且句子的开头你都写好了 所以我就是第一段写intro 然后第二段写academic background 我学校的经历 第三段比较写工作方面 然后第四段就切入我的职业目标 然后比较跟学校连结 这个连结就产生了 然后第五段再总结一下 对因为我的过去经验是这样 我的未来目标是这样 所以why this university 再把它总结一下是这样吗 对对就是这样 那personal statement 模板其实也是比较类似的结构 只是在内容方面它没有像SOP上 内容比较严谨的一个要求 比如说在说就是你想要学一些什么样的科目 或者是学科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个general的一个方向来代替 就是SOP你会写一些比较严谨的课目 内容上面的话你可以就是更personal一些 然后自由度也比较高 就是可以写出更加个性化的内容 所以你会说personal statement 比较偏向自传式的写法 就是你的工作经历 还有你的学术表现都要写得清楚一点 这样子 嗯是是这样子 嗯好哦 所以大家在影片结束之前 记得到底下的链前去下载这个文字非常优美 架构有非常棒的模板 我想要问建议老师就是一个大家很常问的问题是 我现在有了模板我也知道怎么写 可是我没有那么多厉害的经验可以写 这时候你会怎么建议学生去补足这块的缺点 是赶快马上去找一个实习吗 赶快做一个project 还是怎么样表现这一块的部分 其实大家没有必要这样 其实马上去补足自己的经历 其实招生观在文书当中想看到更多的是个人的成长和反思 没有必要害怕把你的弱点凸显出来 你可以就是展现自己的专业热忱 以及你很强的一个动机 然后嗯也可以 你也可以花时间 了解一下专业方面的主要的挑战和难点是在哪里 然后你的看法是什么 以及你觉得你是你可以去如何去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 然后最后你也可以展现你的专业能力和对专业的读到见解 然后比如说像比如说一个学生他想要申请Computer Science 但是却没有任何的编程工作经历或者是实习经历 那现在就有很多平台可以推荐给大家 嗯这些平台其实还在美国还蛮常见的 我比较知道的是Handshake 它是一个可以申请实习啊跟新创公司申请工作机会的一个平台 在美国蛮热门的 那俊宁老师有没有知道一些比较可以不足缺点的一些好用的平台或网站推荐给同学 对我有听说过类似的就是Angelis也是一个初创公司的一个你可以就是上去寻找工作经历的一个平台 以及还有Hackson你可以找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来大家一起做project 然后以及还有Github就是如果你自己有在做一些编程的project你也可以把它放在Github上 那就像有些人他们没有LinkedIn来就展现自己的工作经历就可以用Github来展现自己做过的一些project 嗯好所以就是用LinkedIn或Github让这个招生官可以更看见你的过去的轨迹这样子 那有没有一些学校比较重视的SOP里面希望看到学生的特质 剩下的价值观我都列在营运上的大概可以自行选取然后写进你的文学当中 对于经历比较少的同学可以用这些方式来补足那假设今天是完全相反的问题就是经验很多很丰富很渣 那想要问一下郑老师你觉得根据你过去的经验啊你就是选择哪一方面的经历写 会是陆学审查官老师最喜欢看到的经历 当然跟你的申请文书里面就是申请的专业相关的经历就是我建议首先是写这样的 然后其次呢就是写最能体现你专业优势方面的经历 然后或者是体现你性格上亮点的经历就是比如说如果有学生他也要想申请商科 但是没有在公司工作或者是没有实习经历的话可以写些 比如像自己就是开网店啊或者是工作经历里面能够表现自己的领导力和商业头脑的一些经历 然后你说说自己的对行业的思考和见解然后比如希望在某个性领域贡献 支持创建一个更自由和更健康的商业环境为社会做贡献 所以就是比较针对专业方面跟性格上的亮点来写这样子 最后结束之前呢大家有看到我们的标题就是要来跟郑老师取经一下 所以我想要问郑老师你帮同学申请上史丹佛阿哈佛这样子 然后看过写的最好的一篇SOP大概要长什么样子 因为我知道没有办法分享过去的同学的资讯 但是呢你眼中最好的一篇SOP你觉得大概是要长什么样子 这里我就是按照过去我所读过的最好的一篇SOP 然后按照之前我们讨论的所有的要求 然后写了一篇论文放在这里 然后大家可以就是参照这篇范文 然后来结合然后来写自己的留学申请文书 所以Jane老师用了刚才的模板 所以模板也有了范文也有了 希望你们看完这个影片就是对自己的这个文书申请更有方向一点 那如果你看完模板跟范文在底下这个连结之后呢 还是希望就你具体实质的经验或者是内容 有老师帮你修改认稿的话 好消息是克雷英文就是很荣幸的请到Jane老师可以跟我们一起合作 所以呢如果你需要Jane老师啊或是克雷英文的其他团队的老师帮你做这个SOP Essays Personal Statement 推荐性的润稿服务 包括英文的文字本身还有申请文件的实质内容做修正的话 可以点选以下的连结 可以看看说现在的情况是有没有开放这个润稿的服务 那今天就谢谢Jane老师的分享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